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欢迎收看今天的斗漫三分钟 我是你们的豪哥 咱们今天来聊聊海在王主角团中变化最大的罗宾啊 现在跟着豪哥一起来看看吧 为什么说罗宾变化最大呢 豪哥相信啊 大家肯定都已经看出来了 咱们的罗宾讲是越来越白了 在一开始登场的时候 咱们的罗宾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有抑郁风情的美女啊 因为她的皮肤颜色很深 所以呢 一开始罗宾啊 经常会被一些人说啊 为什么会这么黑呢 是不是跟着克罗克达尔在沙漠待的时间太久了 而被太阳晒着呢 而且还没有抹防晒霜 所以就会晒成这样 当然不是啦 在后来的剧情中呢 他们来到了雪国 这时候传员们就说啊 你们知道为什么雪国的女人都那么白吗 因为天上落下的雪会渗入到人的皮肤当中 然后呢 人自然就会变得白了起来 居然还有这种设定呀 那豪哥要是一直站在雪中 会不会也会白出好几个度呢 但是啊 你知道吗 其实啊 在原来的设定中呢 罗宾本来就是冷白皮的 只不过啊 在伟田大大的一次创作之中 在传送原稿的时候 由于打印机的问题 所以呢 造成了罗宾身上的颜色很深 而又是因为漫画是黑白的 看不出来具体的颜色 所以呢 动画组啊 就误以为咱们的罗宾 是小麦色肌肤的女人呀 在动画制作的时候 就自然的做成了深颜色 好 行 好